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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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井豪盛 近日劇情高潮迭起 不但吴东彦被发现假失明 以及黄温馨分尸的梁角 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俊杰 也终于清醒了 不料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被取代 甚至要跟自己的爱人王瞳结婚 相当愤怒的他 直接绑架李国赵羽高欣欣 这是自己第一次手脚都被绑住 就连嘴巴都被贴起来 让他直呼真的很难受 整场都只能靠眼睛与肢体来演出 随后他也大赞黄温馨 真的太会演了 不但把这个角色的愤怒与无奈全都呈现出来 还有一幕是要拿刀挟持他 并在他耳边说话 对此高欣欣表示 当下真的很无助又很恐惧 眼泪还一直掉下来 此外第一次被当肉票的李国超 已经58岁的他 更直呼自己真的是拼了命 在拍这一场戏 虽然当下真的很痛苦 但他也大赞黄温馨 把角色揣摩得非常好 跟他对戏相当过瘾呢